Mana Blade 制限解除 哈囉大家好 今天繼續來看 轉生公主與天才千金的魔法革命第五話 帕雷提亞王國周邊 因為魔龍出現的關係而發生了魔獸狂潮 愛妮絲與優菲為了取得稀有的魔獅而趕往現場 最終兩人合力討伐了魔龍 這一話動畫製作主著力點都放在了魔龍討伐的部分 並且對小說的部分稍微進行了改編 首先是動畫省略的部分 愛妮絲有向優菲解釋到魔石的設定 上一回有提到精靈石 帕雷提亞王國將精靈石視為精靈的正理 想要開採品質良好的精靈石 就必須前往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山林牲畜才能夠找到 而在那樣的自然牲畜當中 存在著被統稱為魔物的生物 魔物與動物的差別就在於能否使用魔法 而能讓魔獸使用魔法的關鍵就是魔石 所謂的魔石就是魔物吸收精靈之後在體內變質的精靈石 所以有一些擁有魔石種的魔物 因為體內稀有魔石的關係能夠使用特有的魔法 而同理身為魔龍這項傳說中的魔物 體內肯定含有稀有的魔石 愛妮絲為了要完成能夠施展魔法的夢想 打算把魔石用到自己身上 所以才必須去討伐魔龍 小說中也有提到愛妮絲希望自己的魔法 會是能夠對抗威脅的力量 也能夠用來開發能讓生活更便利的道具 讓大家臉上帶有笑容 就算魔法跟其他人不一樣也沒有關係 因為愛妮絲就是想成為那樣的魔法師 其實愛妮絲的做法也蠻像18世紀到19世紀間 發明飛機的萊特兄弟吧 為了要能夠實現在天空上飛翔的夢想 才努力的反覆實驗 在帕雷提亞王國中大部分的平民百姓 雖然有魔力但是無法使用魔法 而只要能夠使用越高級的魔法 在王國中的地位就越高 這也是為什麼一般王族很反對愛妮絲研究魔學的原因 因為這樣可能會導致王國的秩序發生崩壞 再來就是愛妮絲煞爽登場 第一話的原創部分提早說出了公主在冒險者之間的稱號 哪裡有真情魔物就會真的像一陣風一樣突然出現 會運用各種奇妙的道具戰鬥的怪人 帕雷提亞王國史上最罕見的問題兒 因為從不掩飾象徵王族的金色頭髮而讓人認出身份 所以大家都稱呼愛妮絲為狩獵的掠奪公主 不過因為掠奪這個詞有土匪的意思 所以當事人相當的排斥這個稱呼 在第三話時動畫組原創了 幽菲陪愛妮絲進行掃把的飛行實驗 所以這一話在愛妮絲跳離開了哨把之後 幽菲能夠自己操作哨把降落這一點變得合理一些 討伐戰的部分可能因為是BOSS戰的關係 為了要讓觀眾比較沉浸在緊張感之中 製作組也把一些搞笑的橋段給取消了 像是騎士團的團長警告愛妮絲這一次的魔獸狂潮與以往不同 卻被幽菲吐槽到平常愛妮絲都很理所當然的出現在魔獸討伐戰 接著愛妮絲以公主的身份下令騎士團團長負責阻擋魔獸 自己來負責對付魔龍 因為這一次有幽菲協助的關係所以不太需要其他護衛 這樣會對幽菲釋放魔法造成妨礙 結果愛妮絲辛苦打倒的魔物都被幽菲的魔法連同魔石給一起燒掉了 魔龍登場的部分感覺漫畫版在幽菲與愛妮絲兩人的感受 有做出比較明顯的區別 幽菲是感受到魔龍所帶來的恐懼本人的想要逃跑 而愛妮絲則是對能夠看到傳說中的魔物感到興奮不已 不過討伐在天上飛的魔龍需要掃帚 愛妮絲在拿回掃帚的方式在小說動畫以及漫畫中都略有不同 在小說中魔龍出現的時候騎士團團長替愛妮絲送來了掃帚 在動畫版中的愛妮絲掃把有召喚的功能會自動回到愛妮絲的手裡 漫畫版的比較有趣 為了跟上只顧著討伐魔物的愛妮絲 幽菲把愛妮絲的哨帚隨手交給了冒險者 當下兩人急著找哨帚 冒險者大叔特地把愛妮絲的哨帚給送了過來 再來就是與魔龍對戰的一些細節 為了與魔物對戰愛妮絲有吃自己調製過的魔藥 與魔道具不同魔藥是不能公諸於世的東西 魔藥是把魔石弄碎後再參進其他藥材所製成的藥 因為攝取過多會有不良影響 所以愛妮絲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在研究比例與效果 吃下去之後的效果與歧視用來提升身體能力的強化魔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有特別針對效果進行嚴格的調配 讓魔藥的效果比普通的身體強化魔法還要強上許多 給予愛妮絲有與魔物對抗的能力 副作用的部分則是動畫演出的更誇張一些 感覺的出來愛妮絲使用之後陷入情緒高漲的狀態 然後是魔道具的部分 愛妮絲的魔力劍擁有能夠切散魔法的附屬效果 雖然沒有辦法對付伴隨實體的魔法 但是魔力劍是能夠與魔法相抗衡的武器 愛妮絲以前會跟用魔法的高階冒險者進行模擬戰 魔力劍就曾讓對手頭痛不已 而魔龍身上的魔力屏障也是與魔力劍類似的原理 只是愛妮絲沒有想到魔龍的魔力足夠讓魔力屏障抱住全身 結果愛妮絲在第一次攻擊魔龍時 魔力劍剛好卡進了魔龍的魔力屏障之中 所以讓愛妮絲只能夠以解除魔力劍這樣的方式將劍拔出 動畫中省略了愛妮絲之後的攻擊有加強魔力劍的魔力 結果發現能夠稍微傷到魔龍 在中了魔龍的龍襲之後 愛妮絲魔藥的藥效也剛好退去 在空中幾乎昏了過去 幸好被優菲給接住 這一話也是確定了優菲與愛妮絲關係的一話 優菲找到了自己的目標 想要與拯救過自己的魔法師一起戰鬥 從本來是被保護的貴族千金 現在終於能夠站在愛妮絲身旁 愛妮絲也回應了優菲的期望 小說中有提到愛妮絲再一次補充魔藥的細節 漫畫則是愛妮絲怕優菲擔心 用早哨走為理由 支開了優菲才默默補充魔藥 顯示出愛妮絲溫柔的地方 在合力討伐魔龍的部分 兩人很快就發現魔龍的弱點可能是翅膀 因為必須維持那樣龐大的身軀飛在天上 翅膀與身形的比例相當的違和 愛妮絲先是讓優菲用鋒刃干擾魔龍 再請優菲利用疾風魔法繞到魔龍的背後 趁優菲獨自騎乘哨走吸引魔龍目光的時刻 由愛妮絲進行攻擊順利的砍下了魔龍的翅膀 不過掉到地面的魔龍也沒打算放棄抵抗 打算直接朝著愛妮絲與優菲的方向再一次使用龍席 而因為後方有王公騎士團以及冒險者們的關係 所以愛妮絲決定直接接下這一招 在解除限制的部分 漫畫版有多了愛妮絲折斷劍筆上面的裝飾 作為解除限制的開關 感覺更有使用魔道具的氛圍 小說也有補充到魔力劍的設定 愛妮絲有提到理論上來說 要在魔力劍上注入多少魔力都沒有問題 可是魔力劍畢竟是道具 自然也有其極限 平時限制魔力就是為了要防止魔力劍發生自毀 而現在為了要有能夠斬斷龍席的力量 所以必須解除限制才行 而在動畫中呈現出來的演出也真的是超出預期 不管是魔力劍解除限制之後的演出 還是愛妮絲與龍席正面對決的畫面 都會讓人忍不住想要喊出 愛妮絲與魔龍對轟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場好賭 再比誰的魔力會先耗盡 如果是愛妮絲先耗盡魔力的話 兩人就會直接被龍席給吞沒 也幸好魔力劍沒有在對轟的過程中 因為承受不住愛妮絲的魔力而自毀 在打倒魔龍之後也能夠看到 愛妮絲手上的魔力劍出現了裂痕 而關於魔龍詛咒的部分 就看動畫製作組後續要怎麼安排了 最後就是動畫省略最多的部分 可能是為了要讓這一話 能夠剛好完結在小說第一卷的關係 所以打完魔龍之後 直接接上了愛妮絲與優菲兩人 在討伐魔龍的慶功晚宴會場外的陽台上跳舞 優菲再一次向愛妮絲告白 表示愛妮絲是自己很重要的人 給了自己重生的機會 愛妮絲也很高興自己的魔法 能夠讓優菲再一次展開笑容 也更堅信自己的想法 並且回應優菲說道 而省去的部分是打倒魔龍之後 愛妮絲因為魔藥以及使用大量魔力的關係 整整昏睡了三天 以及國內正情的變化 醒來之後的愛妮絲自然是遭到了父親奧爾凡斯的一頓罵 愛妮絲也是這個時候才知道 自己的行動完全打壞了弟弟雅爾的計畫 本來雅爾打算藉由參加討伐魔龍的行動 為這一次優菲的事件畫下句點 結果魔龍卻被國內公認的怪咖公主給解決了 也讓愛妮絲在宮內的聲望超過了雅爾 所以優菲的父親宰相古蘭茲提出了一個方案 就是把這一次事件的攻擊解釋成都是為了要幫優菲爭取攻擊的行為 對優菲恢復國內的聲望也有幫助 而作為這一次獨斷專型的處罰 父親奧爾凡斯要求愛妮絲必須參加慶公宴 在慶公宴上也順便宣布優菲成為愛妮絲的助手 而為了宴會伊莉亞幫愛妮絲訂做了新的禮服 優菲則是替愛妮絲複習了禮儀課程跟舞蹈 經過了兩人地獄式的訓練之後 到了晚宴當天愛妮絲的樣子甚至連國王都忍不住稱讚 如果不說話的話你其實還是挺有公主的樣子 不過愛妮絲也沒有稱太久 面對一大批貴族的應酬場合 馬上就用眼神示意父親自己要撤退了 一開始剛好遇見了在這一次事件中登場的騎士團團長 團長也為自己兒子對優菲的無理行為道歉 並且表示非常感謝愛妮絲協助這一次魔龍的討伐 如果不是愛妮絲的登場 王國的死傷肯定會非常慘重 並以敬畏騎士團團長的身份 期待愛妮絲能夠成為真正的國王 然後就是接上了動畫的結尾 而這一話的感想嘛 其實表現真的是遠超預期了 看到愛妮絲跟魔龍像是隔壁棚一樣寶具對轟時 真的是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沒想到這一部動畫能夠做到這種程度 當然也有很多想吐槽的地方 像是優菲放出火焰魔法時喊出的Explosion 致敬某位中二的魔法師 跑步的時候Modo Hayaku致敬同老爺 稍微有點粗細的地方果然還是魔龍討伐的時候 魔龍飛在天上優菲向愛妮絲告白 連國外Reddit的網友都忍不住製圖吐槽 魔龍在天上看百合看的入迷都忘了要攻擊了 這一話整個演出都算上成 省略舞會前的部分雖然稍微有點可惜 不過劇情真的太多了沒有辦法在一集之內說完 不過到目前的表現 真的是可以列入優秀的親改轉生動畫名單 照這樣舞化完結一本小說 演完第二本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吧 就繼續看看製作組會帶給我們怎樣的表現吧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